南投县警用机车多数老旧 县府今年编列1000万元预算 购置196辆警用机车 并于日前在县立体育场前广场进行售车仪式 包括尤洪达议员及廖宜贤 肖志全及曾正言等多位议员都亲自到场致议 县议员尤洪达表示 今年5月定期会上 他即向县警察局邱局长提出警车需要太久换星 并争取到编列预算添购新车 希望可以作为增添打击犯罪的力气 在今年5月 方达议员机会上就来严格我们 县警局长邱局长来做到机车的探访 因为我们看到机车的老旧 我们机车的援警 有时候也没看到用卡 所以说真的辛苦 我们就来给他们的预算 来给他们整出来 让我们买摩托车的 让他们的党 还有拼在这些孙 不要说不至于买摩托车 或是说不错 所以说这是我们愿望看到的 让我们的图线呈现一个 美好的治安环境 让我们的治安临死角 廖宜贤议员也认为 机车老旧要破案比较不容易 因此共争取预算 购买机车给各乡镇派出所使用 有利打击犯罪 机车老旧比较要破案 那些资历比较不太好 所以说今天又新买196个新的机车 让我们这些国有乡村的分资所 本来去使用 希望以后打击犯罪 就是吸毒 或者是有枪毒 这个交通气窟 如果是新的 就要去权毒 站下来比较顺势 现议员曾正言则表示 他曾到南投市民间乡的派出所了解 许多警察机车 车领都在15年以上 需要换新 尽管也到处去 我们的派出所 去了解 在这个机车方面 它有南投市民间乡 我看机车都超过15年 真的需要淘汰 也感谢我们管理 这样帮着一千万人来帮展 希望我们这些警察先生 再加倍来给它努力 让我们做毒品 和我们做治安 做好 让我们的乡亲 让我们备生有感 议员们感谢警方 对于社会治安贡献良多 并希望加强烟毒 枪支等问题 让南投的治安临死教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sprawd